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想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 我最近發現 按讚數跟留言數 都有點太少了 你知道嗎 我們應該多一點的互動 據傳言所說啊 按讚數越多 留言越多的話 這樣子YouTube就會把我的影片 推給更多人看到 這樣子我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賺到更多的錢 我就可以找更多的妹子 找到更多的妹子 我就有更多的泡 各位 剛剛不小心失態了齁 所以各位 從今天開始啊 以後的每一部影片 按讚留言的話 你都有機會獲得免費的點券 那為了給各位神秘感呢 多少點券我不會說 有時候是100點券 有時候是1000 甚至有可能5000 所以各位看我影片的時候 請踴躍留言 踴躍按讚 每個禮拜日 我會抽出幾個幸運額 來送點券 有把影片看完的人呢 會比較容易抽到點券 不要怪我沒提醒你們哦 感謝這位粉絲的150塊抖內 謝謝皇帝喜歡我畫的可愛的你 也謝謝你給我的驚喜 人生的第一次YT抖內就獻給你了 請收下我的一點點心意 但真的很不想給YT 湊走1 3 加油 我會一直支持你 愛你哦 那也感謝你的150塊超級抖內 真的是 幫我畫圖 又給我錢花 給我吃便當 真的是太愛你了 哈囉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商店 我的影片讓你 呦 耶 看不你 各位新版本到了 你們是不是也非常的不習慣 沒有錯 皇帝我這個帥哥呢 我也是非常的不習慣 那個新版本的地圖啊 尤其是對於這個 玩小青的玩家來說 我個人覺得啦 這個新版本的地圖 對於這個小青 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 他整個地圖空間變得很大的感覺 等於說牆壁變得比較遠吧 你要壁咚敵人就要很抓角度 那今天這一集呢 要讓大家完全在這個新地圖裡面 熟悉小青這隻角色 所以等一下我會把小青這隻角色 交得淋漓盡致 各位如果你想學小青 今天這部影片千萬不能錯過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各位 底下字頂留言 裡面 皇帝我有一個全新的帳號 會在底下的字頂留言 那大家趕快去點開他 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皇帝之後可能會在那邊發片 好不好 湊滿一萬訂閱就發片 那我們屁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版本 這樣的地圖 小青到底該怎麼打 我們馬上進入我們的實戰解說 不是實戰解說 是訓練場解說 好嘞各位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訓練場這裡 那今天要來教一下 最基礎的小青街招 以及這個新版本地圖 對於這個小青在這個新版本地圖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來教街招好了 因為很多玩家都想學小青的街招 我跟你講小青的街招千變萬化 你要讓小青變成行雲流水 主要就是你的一技能搭配瞬移 一技能瞬移 看到嗎 就是基本上 你只要所有的一技能搭配瞬移 都把它接的好 我們各種角度可以開戰 來 這樣都能開喔 這樣都能開喔 有看到嗎 你只要瞬移的角度抓得準 敵人在哪裡 你都是可以開戰的 各位如果想玩小青 你就是必須要練這個一技能結瞬移 那如果是 你把小青玩到很專精的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一次擊飛兩個角色 我們擊飛這個 右邊的莫托斯 可以擊飛左邊的莫托斯 這個算是小青的小小技巧 因為小青的一技能啊 他是會延遲擊飛的 什麼叫延遲擊飛 來喔 看到了嗎 就是你擊飛一個角色 你瞬移拉過去 但你一技能結束的時候 你要擊飛幾個 都可以 來喔 這個在會戰中非常難用出來啊 會戰中的接招都是這樣 我站遠一點 會戰中接招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會戰最基本的接招 但如果你是善用瞬移的人 你就會這樣子 有看到嗎 敵人直接被連控兩次 各位 翻動作看一下 怎麼講 你對一個角色的熟悉程度 你不用去想要怎麼做 你的手自然就會做了 好不好 那這個是小青的 算是初階教學啦 好不好 那如果各位你瞬移按太快 就會變這樣 只擊飛到一個角色 來記得 擊飛到之後 再按瞬移 這樣才會擊飛兩隻角色 那接著小青的每一個技能後啊 都會有疊兩格 來 一技能擊飛到敵人 我們下面有兩格 這兩格普攻會回血 那因為我們現在血是滿的 所以不會回 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把最基本的交一交來 擊飛 普攻普攻 我們會回血 善加利用這個技能後的強化普攻回血 小青才會強 那我們攻擊敵人的時候 我們被動就不會觸發 但是我們的二技能 一技能跟大招 攻擊到敵人會疊一層 撞到會疊兩層 大招打到疊三層 這個時候我們的物防是疊到很高的 好嗎 我們的這個物防會持續的提升 我們先給塔打一下 574 來 我們疊滿之後再給塔打一下 576 好變痛了靠北 他的被動怎麼 好像跟我記的不太一樣 有啦 小青施放技能可以增加一層物理防禦 最多疊加三層啦 對啦 但是這個塔好像是 不算在內 我看一下 不知道剛剛塔打我還是很痛 算了不管 這不重要 OK 那再來就是 小青的大招 各位 一技能 瞬移 大招 二技能 那中間都要穿插強化普攻 來我打一次喔 一技能就瞬移大招 二技能 普攻普攻 大招 二段收割 小青的大招 二段啊 是類似於斬殺效果 非常的好剪頭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剪頭的話 大小青的大招二技能 扣著 你看 好這個時候 你大招二段 也可以被配順移 斬殺掉 有看到嗎 來再一次喔 好 假設敵人離你很遠 來 大招二段配順移 好 就像是這樣子 反正小青的接招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還有最基礎的這個 反向 反向大閃 好 你放大招 好 一樣是反方向可以把敵人上牆的 來再看一次喔 可是我們敵人面對我們 我們沒有一技能 一技能正在冷卻當中 等於說小青就沒位移了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這個 反向大閃 然後就把敵人直接上牆 這個算是 比較難一點 這個大家可能要去熟悉一下 那很多人就會說 為什麼你不要 瞬移接大招就好 他會有一個 延遲 給各位看一下喔 來喔 你看喔 瞬移接大招 跟你 大招接瞬移 這個順發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各位玩這個小青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接招 來 大招 瞬移 二技能 一技能擊飛 大招二段斬殺 把敵人收割 有一招我曾經使用出來過 比較少用到 比較難用到 假設敵人在這裡 敵人在這裡 對方的射手 對方的射手在這裡吃這個野怪 這隻野怪 對方的射手站在那邊吃 這是很正常很常會發生的 如果你蹲在這個草 對方沒有發現 你可以怎麼做 欸 我是卡到Bug嗎 欸 欸我好像卡到Bug欸 這啥小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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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 蠻屌的一個接招 你用出來之後 對手都要起力鼓掌 再試一次喔 剛卡到Bug 會殺到對面措手不及 你知道嗎 來 最基礎的這個接都要接完了 那大家能學就學啦 最主要就是一個精髓 一技能接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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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練好就很強了 一技能接順移接得好 基本上 小青就不會玩得太爛 然後你大招二段啊 這個斬殺 假設敵人 我舉個例 然後這個血量慘了嘛 我們大招二段接順移 抱歉有點醜 再一次喔 這是瞬間秒殺的 對面這個 彈血幾隻就是秒殺幾隻啊 好不好 大招二段就是一個斬殺效果 那接著我來講一下 我這個版本的小青對於 現在這個地圖怎麼看 如果你是走凱撒路 像這一場是魔龍路在下路 比較靠近對方的藍區 我覺得 就不要選小青了 怎麼說 等於說小 你選小青走凱撒路的時候 你人是在上面這邊 對吧 因為我們小青凱撒路 那我們就比較靠近對方的紅區 那對方的紅區很危險 怎麼說 因為這個空間變很大 你有發現嗎 如果你是玩小青 要入侵對方的紅區 你等於是很赤裸 因為草叢變得很少 你很赤裸 你要來反這個紅啊 很容易被敵方給發現 但是如果今天 你是在這個 凱撒路是在下路 比較靠近對方藍區的位置 那就狀況不一樣了 假設凱撒路是在下路 我們今天清完第一波兵線之後 啪啪啪啪啪 然後把兵線清完 我們就直接入侵對方的野區 而且 藍區的這個野區 變得很多地形 我們隨便開都可以 有看到嗎 因為整個藍區多圍了一圈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隨便放幾個人偶給各位看一下 來坦克人偶阿 射手人偶阿 坦克人偶阿 不管 我們在這裡阿 我們只要入侵敵方的野區 隨便壁咚都有 來再一次喔 怎麼角度都可以 來再一次 有看到嗎 我三個壁都沒有空過 因為整個藍區的野區阿 是非常的好壁東的 在這個版本裡面 我覺得算是唯一的優勢 除此之外 小青的這個版本 你要壁東敵人 除非在龍戰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龍戰這個位置 來我們再放幾個人 假設他們在吃凱撒 吃魔龍 我們在這個草叢裡面阿 就可以開得非常帥 怎樣 不管你怎麼接招啦 那凱撒區也是一樣 假設敵方在凱撒這邊吃野 吃凱撒 我們就把他放一放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可能從這邊 看到他們在吃凱撒 哎呀哎呀 因為整個龍區的 寬度變窄了 入口處變很小 所以小青隨便壁東 都是有料的 反正呢各位 這個版本的小青 我建議 我建議 少拿來打牌位 我覺得不強 該去練一些 更強勢的角色吧 比如說夜叉 夜叉在哪個地形 應該都算是 就是行雲流水 那夜叉的大閃 就跟小青的一閃一樣 技巧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有關於小青的一些問題 你不知道怎麼 應該說你想問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告訴我 如果我有看到你 關於小青的問題 我都會一個一個回覆你 畢竟我是全網公認最強的小青 那如果大家 喜歡這個小青的這個影片 也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囉 新版本 我覺得小青少拿 拿出來的話 走打野千萬不要 因為你會 比上一個版本 小青打野更難打 基本上就是走凱撒路帶瞬移 那但是這個版本的這個地圖 感覺起來又很大 不知道欸 實戰 我自己實戰打了好幾場 我個人是覺得 我個人覺得 玩起來 沒有上一個版本 失滑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黃帝 我的影片讓你 永遠看不定 那我們下一部見啦 大家掰掰 到這邊